弟兄姐妹大家早 感谢主让我们越亲近耶稣 能够越活向耶稣 那我们今天要来看的经文是在 马太福音的第十章 从一到十五节 我们先请来念今天的经文 请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给他们权柄 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这十二个使徒的名 头一个叫西门 还有他兄弟安德烈 西必带的儿子雅各 和雅各的兄弟约翰 肥利和巴多罗马 多马和瑞利马太 亚勒肥的儿子雅各 和达太 奋瑞党的西门 还有骂耶稣的加略人 犹大 耶稣差着十二个人去 吩咐他们 说外邦人的路 你们不要走 撒马利亚人的城 你们不要进 宁可往以色列家迷失的羊那里去 随走随传说 天国尽了 医治病人 叫死人复活 叫长大麻风的捷径 把鬼赶出去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行路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两件挂子 也不要带鞋和拐杖 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你们无论进哪一城 哪一村 要打听哪里谁是好人 就住在他家 直住到走的时候 进他家里去 要请他的安 那家若配得平安 你们所求的平安 就必临到那家 若不配得 你们所求的平安 仍归你们 凡不接待你们 不听你们话的人 你们离开那家 或是那城的时候 就把脚上的城土堕下去 我实在告诉你们 当审判的日子 所多玛和俄摩拉所受的 比那城还容易受呢 各位弟兄姐妹 大家早 我们今天的经文 是继续延续 昨天马太福音第九章的行动 因为耶稣在第九章说 他看见许多的人 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困苦流离 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所以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这个行动就是 耶稣叫了十二个门徒来 赐给他们权柄 能赶足乌鬼 并医治各样的病症 弟兄姐妹 我们的主 他是丰富预备的神 那我们看到 门徒还没有出去之前 主耶稣就先赐给门徒 有能力与权柄 能够赶足乌鬼 并且医治各样的病症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主 他是先供应才差遣 亲爱的弟兄姐妹 很多的时候 我要说 我们真是轻看自己 其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当我们被呼召 当我们接受耶稣的时候 我们就是有权柄 有能力的 那这个权柄和能力 并不是为了彰显自己 而是为了这些困苦流离 如同没有牧人一般的羊 所以如果我们看 路加福音的九章二节 主耶稣差遣门徒的目的是什么 主耶稣差遣门徒的目的是 差遣他们去宣传神国的道 去医治病人 但是当我们不去传福音 当我们只会坐在教会里面 我们就无法出去彰显神的能力 以及荣耀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看到第二节 你有没有注意到 当这些门徒 他们奉差遣了以后 他们的门徒的头衔 马上就变成使徒了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呢 我们这边看到 当我们受差遣 当我们去传耶稣的好消息的时候 那我们就有一个新的身份 那也就是从门徒到使徒的转换 也就是说 我们从一个学徒 转变成为耶稣这位万王之王 这位万主之主的代表 那这里的门徒就变为使徒的转变 也就是当门徒因着被差遣 他们去传福音以后 当他们被赋予权柄与能力的时候 他们就是王的代表 他们就是王的使者 那我们接着看这十二个门徒 在路加福音告诉我们 这是耶稣在经过整夜祷告之后 所做的决定 那这十二个门徒不是随便找的 而是在一种深思熟虑之后 所选定的 那我们从十二个门徒当中 我们看到有几个共通点 首先 我们看到这十二个人当中 没有一个人可称为是学者 或者是名流 更没有一个是达官贵人 他们都只是一群小的市民 可说是一群草根阶层的人 我想 他这边要表达一个信息就是 没有人能够凭着学问 地位 金钱 或者是权势来做神的门徒 因为主耶稣的爱是恩典的 他是白白得来 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的 那我们继续看耶稣 他自己就是一个例子 他虽然贵为上帝的儿子 但是他却没有降生在 帝王的宫殿里面 耶稣是降生在马朝的当中 他没有在富贵人家中成长 而是在木匠的家中成长 我们看到他很少周旋在 这些有钱有势的人里面 但是耶稣却经常与税吏 以及罪人往来 各位 你还记得当耶稣降生的时候 那些最先听见福音信息的人 我们想到 我们看到就是一群牧羊人 还有一些一无所有的平民 然后我们看到这些 最先被拣选做使徒的 也是一群的平民 他们是十二个 一无所长的小市民 各位 这就是一种道成肉身的福音 那我们接着再看 这十二个人当中 有许多的兄弟的关系 我们看到有彼得和安德烈是兄弟 雅各和约翰是兄弟 雅各和达泰是亚勒肥的儿子 还有一位巴多罗马 我们想到他可能是拿蛋业 那他也是多罗马的儿子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的主他所关心的 不只是个人 我们看到他更关心包括家庭 我们的主耶稣 他不关心个人的得救 他也关心家人的得救 所以他不仅拣选个人 做他自己的门徒 他也希望一家人做他的门徒 阿们 最后 耶稣说 你们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腰带里不要带金银铜钱 行路不要带口袋 不要带两件挂子 也不要带鞋和拐杖 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老实说 我以前最不喜欢这段经文 因为我一直认为 拿人的手短 我为主奉献 我干嘛还要看人的脸色呢 我又不是找不到工作 传道人怎么能够说这句 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 这是耶稣才能说的话 但是后来我发觉 这根本就是我自己的问题 因为只有自己 把自己当成是故宫的时候 我才会轻叹自己 那回到今天经文的一开始 当耶稣差遣门徒 他早就已经为我们 也就是为门徒预备了 所以我们有能力也好 有恩赐也好 有资源也好 有权柄也好 各位 这根本都不是我们的 这都是属神的 这都是神所赐予的 所以当我们说白白的得来 我们当然也要白白的舍去 因为我们只是管理 我们无法拥有 那我自己是一个 很会未雨绸缪的人 但是我们看到 今天这段经文提醒我 当我们受呼召被拆遣 我们就知道 主再来的时日不多了 我们应该起身就走 我们应该把生活的所需 来交给主 因为既然我们是这位 宇宙万物的君王的使者 当我们受拆遣 我们愿意为主来传福音的时候 他一定会供应我们 我们其实不需要 为自己来准备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若神赐给我们属天的权柄 各位 他绝不会不赐下生活上的供应 我想这是所有跟随耶稣的人 必须学习的信心的功课 那我们看到 主耶稣的教导是 白白的得来 也要白白的舍去 各位 真正的祝福 真正的得到祝福的生命 是当我愿意舍的时候 因为没有舍去 我们就没有办法得着 因为十字架的道路 它就是舍己的道路 各位 你的生命还是在为所需烦恼吗 你现在所忙碌的 你现在生活的重心 真是你所需要的吗 所以我们看到 当主呼召我们的时候 通常我们会遇到一个转折点 我们才肯放下一切来跟随主 我们愿意摆上跟随耶稣 绝对不是一时的冲动 而是经过深思熟虑 知道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我们看到彼得跟他的弟弟 与另外一对兄弟正在打鱼 那耶稣对他们说 来跟从我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他们就立刻舍得往 跟从了耶稣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个转折点就是这句 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 所以今天各位 你的转折点是什么呢 耶稣在呼召你 你愿意跟从他吗 我们一起来祷告 慈悲爱我们的天父 主耶稣基督 常常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保会师 我们再一次献上我们的敬拜和赞美 主啊 是的 谢谢你 主啊 当我们相信你的时候 主 我们就是一群蒙召 并且 主啊 为了要传扬 为你的好的福音 而存在的基督徒 主啊 接着今天的经文 你让我们看到 主啊 当我们不看清自己 当你呼召我们的时候 主我们就是蒙了恩典的人 不但如此 主啊 你也赐给我们有权柄与能力 主让我们可以去医病 让我们可以去赶鬼 主啊 是的 我们愿意 主啊 在今天看完这段经文以后 祝你天上的灵再一次的激励我们 主啊 开我们的眼 让我们不在生活所需的事上面 主啊 花时间 主啊 而是愿意踏出那一步 主啊 为了这些困苦流离的羊 主啊 来收割庄稼 主啊 来牧养 来教导这些羊 主啊 愿意赐下能力 主啊 你呼召更多 愿意为你摆上的弟兄姐妹 主啊 让我们活出那个 为你奔跑前面道路 这样的一个生命出来 我们谢谢你 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在主里面 得能力 得智慧 以至于我们能够靠着耶稣 我们能够奋力的去传福音 愿上帝赐福您 我们下次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